我们本来打算先做20年特辑的下棋 但有一些硬件太稀有了 我们一时半会搞不到 所以说可能4月份都不一定能做出来的那个视频 看过我们20年特辑上棋的同学应该知道 卓威给我们寄了一台XL2546的电竞屏 这个屏幕是240Hz刷新率 专门为电竞比赛设计的 正好我们也从来没有在视频里讲过电竞屏的相关话题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简单来聊一聊电竞屏的一些相关知识 要聊电竞屏首先你得有电竞屏 我们总归是绕不开选购这个话题的 那我尽量讲的简单通俗一点 方便新手朋友的理解 电竞屏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种 画质优先的和流畅度优先的屏幕 画质优先的屏幕一般会采用IPS或者VA的面板 它们的优点就是可视角度往往会比较宽广 你从哪个角度看都比较清晰 尤其是IPS这点做得非常不错 另外它们的色彩往往也比较OK 广色域 原生8bit色深的面板 颜色看起来普遍都是比较舒服的 不过这类屏幕的响应时间往往会稍微长一点 响应时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屏幕上的像素点变变变变变变化的快不快 画面有没有延迟 最终造成的影响就是指针跟不跟手 打的准不准 这个问题在IPS上会稍微明显一点 因为IPS很难打到4ms以下的响应时间 VA的话还是有一些比较厉害的面板 可以做到比如1ms的超快的响应时间 但是VA的屏幕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画面可能会存在拖影 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发挥 那么这些画质优先的屏幕 它们的刷新率基本上都是够高 但是不会特别高 差不多都是144Hz吧 预算高你可以买到最高165的 总的来说这一类屏幕是比较适合普通人的 比如说我打游戏 不是为了充排位 我还是想看风景的 我还是想看重画质的 但是我也想顺带体会一下高刷新率 那么这一类屏幕就比较适合你了 第二类流畅度优先的屏幕 这种屏幕做的就比较绝了 一切都是以高刷新率 高流畅度为前提的 像卓威的这台XL2546 这个就是典型的流畅度优先的屏幕 比如说它的刷新率可以达到非常非常高的水平 这台是240Hz 画面会比一般的144电竞屏还要流畅 响应时间非常快 只有一毫秒 你是感受不到任何的延迟的 用这种屏幕有种什么感觉呢 就有点人机合一的感觉吧 因为你做什么 你的鼠标都是跟手的 显示器不会影响到你的发挥 但是为了做到这种级别的流畅度 这类屏幕往往就只能采用TN面板了 所以颜色还原就比较响了 可是角度一般来说也比较有限 说白了 画质上肯定是选于前面画质优先的屏幕的 那这类屏幕最适合的人群 就是专业的比赛选手 电竞的发烧友 如果你一切都是为了赢 一切都是为了上分 如果你经常打排位 经常打CSGO或彩虹六号这种竞技类的游戏的话 对于在游戏里的表现状态非常看重的话 那你就应该考虑一下这类流畅度优先的显示器了 这两种类型的屏幕在你买的时候是很好区分的 你在购买详情里面一看 哦 这个是TN的 一毫秒响应时间的 你就知道这个电竞屏是流畅度优先的屏幕 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厂商 有些厂商是什么屏都做 也有些厂商是专精于一种类型的 比如LG他们只做IPS的屏幕 因为他们做显示器主要是为了宣传面板 而卓威就是专精于TN 他们所有的屏幕都是流畅度优先的 因为他们是为赛事服务的厂商 除了上面这些之外 选购电竞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反而不是屏幕本身 而是你的PC 首先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要想享受144或者240Hz的流畅 你首先得跑到这么高的帧率 那你的PC肯定不能太烂了 比如说一台主流的i5加1060的机器 就比较适合用1080p144的屏幕 如果你想好好利用上1080p240Hz的超高刷新率显示器 或者2K144Hz的显示器 那么最好是有i7加1080级别的机器才行啊 除此之外 对于240Hz这种超高刷新率的显示器来说 其实CPU才是你整个系统里最重要的东西 比显卡还要重要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 高U低显比较适合低分辨率 DU高显适合高分辨率 可能有点拗口啊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i3加1080的PC配置 很明显CPU弱一些 显卡强一些 那你跑同一个游戏 也许4K60帧都没问题 但1080p下你就不一定能跑到240帧 这是因为4K的图形压力很大 担子全都在显卡上 相对来说CPU就无关紧要一些 而相反 在1080p下显卡一解放 帧数暴增 随之而来的就是CPU收到的Draw Cost暴增 说的直白一点因为每一帧 显卡都要去找CPU磋商 所以帧数高了之后 突然间CPU就需要处理比原来多几倍的指令 自然就成了整套系统的瓶颈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如果你们去年看过4K神迹的话 就大概能理解什么意思了 而且非常巧的是 受益于240Hz显示器的游戏 往往也都是比较吃CPU的游戏 比如说CSGO啊 再比如说彩虹6号啊 这些游戏对于CPU的要求都算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240Hz的屏幕的话 记得买电脑的时候 你的CPU比显卡更重要 最后还有一个电竞屏里比较值得一提的现象就是FRC 比如我们常说的6斗8 我们知道色深反映到屏幕显示效果上就是颜色会不会断层 8bit色深的屏幕看起来颜色过度是比较顺利 比较连续的 而6bit就会出现断层 可是有一些高刷新率的电竞屏做不到原生的8bit色深 所以就会使用FRC技术把6bit面板抖到8bit FRC的全称叫做Frame Rate Control 不名思义就是帧率控制 奇怪吧 这个帧率怎么会跟颜色搭上边 这两个玩意儿有什么关系呢 我给你演示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现在看到的是白色对吧 你现在看到的是红色对吧 那如果我第一针显示白色 第二针显示红色 白色红色白色红色 你这样是不是交错迭代就能看到粉色了呢 这个就是FRC的原理 通过这种抖动的方式来显示更多的颜色 但是FRC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抖出来的效果肯定不如原生8bit准确嘛 这个演示图你仔细看就能看出 抖动效果这种添油加醋的效果 所以采用FRC的屏幕大多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节约成本 因为6bit面板便宜 所以说入门的屏幕会用 第二种情况就是追求极致的响应时间 因为6bit面板的响应更加快速 比如说240Hz的屏幕 这些流畅度优先型的屏幕 基本上都是6斗8的 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画质和流畅度上的取舍了 选择屏幕之前 你得先考虑清楚这些啊 了解了上面这些主要特性 你就可以大致框出你要的电竞屏的范围了 当然关于电竞屏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方面 我们在公众号上以前有很详细的讲解过 那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底下 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说 哎呀 这电竞屏买回去直接用不就行了吗 这又不是傻子 你还别说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肃的 我见过无数次有同学买了电竞屏 回去什么也不设置 直接就当成普通显示器带用了 很多啦 最骚到一次是什么呢 我去拜访过一个吃鸡的战队 然后他们亲一次都是用卓威的电竞屏 应该是上一代XL2540吧 也是240Hz的屏幕 可是我看他们训练的时候怎么这个流畅度一点都不像240Hz呢 点开来一看 全都跑在60Hz 买一个这么极致的电竞屏回去 等于没用 嘿嘿 所以你的电竞屏买回去 千万要先检查一下刷新率啊 桌面右键显示设置 高级显示设置 显示适配器属性 监视器 这个里面就能改你的刷新率了 很多显卡都是默认设置到60Hz的 不会帮你自动设置好 所以说你每一次遇到特殊情况 比如换了显卡 连了不同的屏幕 或者更新了显卡吹动之后呢 都要先检查一下你的刷新率 有没有还原回去 这个你也可以在显卡的驱动面板里改 可能还更方便一点 顺便你也可以在驱动面板里检查一下颜色设置 你应该把这个动态范围设置成完全而不是受限 不管怎么说呢 电竞屏买回去第一件事先检查你的设置 显示器的菜单里其实也有很多参数可以调整 从亮度到对比度再到色温伽马 这些基本上是个显示器就能调 如果你比较难的话 或者有选择困难症的话 那每个显示器基本上也都会有一些预置的预设 选一个你喜欢的用就行了 但我想说的是 大多数的电竞屏都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小功能 我们经常会忘了这些小功能 但是有一些还真的挺有用的 最多件的就是暗部增强技术了 比如说卓威的暗部增强 或者暗部平衡技术 就叫Black Equalizer 它专门设计了一个按键来调整暗部平衡 基本上你调到最高之后 这个画面就有点灰蒙蒙的 这个就专门为了看清楚暗部的细节 打比赛的时候 这样的功能可以方便你找到暗部的人 这个功能很多电竞显示器都有 但是你可能要进菜单里仔细地找寻一下 我们手头这个屏XL2546 它还有个小功能是DYAC 这个是卓威独家的了 其他的牌子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简单来说 DYAC的效果就是通过锐化图像的运动部分 来减少脱颖 让你看起来更清楚 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的压枪会更加准确一些 这个功能我们试了一下 的确能感受出一点区别吧 它是会影响到你压枪的 因为你瞄准的地方 看起来似乎没有之前那么陡了 但我们毕竟不是职业选手 我的感觉还是比较主观的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觉得可能职业选手是能感受出来的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小功能是高饱和度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增加饱和度 来方便你区分画面的细节 寻找伏地膜 这个在某些游戏里还是比较有用的 总的来说 你买回去电竞屏之后 总归会有一些负责你的小功能的 如果你善加利用一下 还是能对你的游戏表现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千万别忘了用它嘛 这个很容易被忽略 但影响完全不亚于上面的参数 好的屏幕摆放布局和观看的姿势 不仅会影响到你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护好你的身体 帮助你坚持更长时间而不会疲劳 诶? 那么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当你正坐的时候 你的眼睛应该和屏幕的上面四分之一保持水平 然后这个坐姿下你的屏幕应该稍微略微倾斜 可以向上20度左右 这种摆换位置能保证你的颈椎长期处于一个自然的状态 不需要经常去后摇 这样的话长期下来会大大减少你的疲劳度 但是这个指的当然是你正坐的时候 实际上你应该先调整好你的坐姿 90度正坐其实是最好的一种坐姿 椅子的高度应该正正好好 能让你的脚着地形成一个90度的夹脚 这样长期游戏之后 你腿部的血液依然是可以畅通的 然后再去根据你的坐姿 调整显示器的高度到和你眼睛四分之一平齐的位置 最后再去调整你的阳脚 如果你的椅子倾斜的比较多 可能到了120度 那么你可能不需要再去调阳脚了 你觉得屏幕摆正就可以了 然后显示器离你的距离应该大致保持在一臂的长度 稍微近一点稍微远一点都没关系 但是差不多得有个一臂 这个主要是为了让你的眼睛保持舒适的状态 最后还要注意显示器和环境光的亮度 很多同学为了心无旁骛专心的打比赛 会把周围的灯光全给关了 包括卓威他们还甚至给显示器提供了遮光罩 就是为了阻挡环境光的 对于专业的电竞赛事来说 无光的环境确实很重要 只是为了防止你走神 但我的建议是 不要在这种完全一抹黑的环境里使用显示器 会对你的眼睛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最好的办法是 你的灯可以不开 但是我们在显示器的后面 布置一些舒适的背景灯 舒适的柔光 对吧 我们把这个氛围打起来 然后不要把显示器的亮度调得太高 最好和你的环境光保持一致 这样一个布置能让你尽可能久地保持住最佳状态 而不会让你的眼睛感到疲劳 当然了 无论如何都不要忘了 定期休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可能讲到这里已经有同学上课要睡觉了 其实上面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东西 关于电竞屏 我们还有很多能说的 我们曾经在公众号上也聊过 关于比如同步技术 还有色域 这些东西的详细内容 因为比较枯燥 所以说就不放在视频里讲了 感兴趣的同学 我们在视频底下留个链接 你可以前去看看 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聊一个福利 我们前一段时间和大家在动态里聊过 要搞优惠码了 当你去一些淘宝店铺购物的时候 只要你跟店家提到极客官 他们就会给你打折优惠 这个服务大家可以放心 优惠都是实实在在的 绝对不会跟你玩家价那套东西 理想情况下 这应该是一个三营的服务 你以优惠价买到了商品 商家多了你这个客户 我们也会从你的交易获得收益 实际操作起来 我们还不知道存在哪些问题 所以说先要小范围的试验一下看看 可行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服务拓展开来 那么第一个吃我们螃蟹的 是淘宝的大耳朵电竞馆 在他们的店里 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优惠 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海康卫视的 C2000固态硬盘了 这个盘飘哥已经吹了快一万年了 那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给你们弄点福利来了 512G他们的原价是609元 现在你只要报上极客湾的名字 我们帮你优惠到539元就能带走 1T的更狠 本来1T正常的价格是1189元 现在你报极客湾的名字 我们帮你优惠到999元 怎么样一记一块钱不到就能买到顺序读3000 顺序写3000的NBME 很够意思了吧 这个价格实在太狠了 肯定没办法长期卖999和539嘛 商家会亏死的 所以咱们旧优惠前1000位观众 1000位之后就会回到正常优惠价1048和559 所以想换孤胎的同学抓紧时间了 除此之外 大耳朵电竞管理大多数的商品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优惠 看到什么新的东西你就问一下客服 极客湾的优惠价是多少钱 具体的操作是反线的形式 先和客服确认好优惠的政策 然后按照正常的价格拍下商品 备注里一定要写下极客湾三个字才会给你优惠哦 在你完成了评价之后 把评价截图发给淘宝客服 客服会在三天之内把优惠的金额返还给你的 这个模式我们先试试看吧 如果反响不错的话 还会扩展到更多的商家 尽量每一次都能增加一些新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一个关注 然后长按点赞键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